魏无羡一路笑着和人交流,蓝忘机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。 眼中都是感慨,这才是真实的魏英吧。 在酒楼坐定,魏无羡点了菜。 他自己点了喜欢的辣菜,想到蓝氏的饮食习惯,蓝湛应该是吃不惯的。 又加了几个清淡的菜色,这才倒了茶,等着上菜。 蓝湛,说起来,我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呢。 魏英,魏无羡冷了一下,呵呵笑起来,哈哈,给你吃啊。 对了,蓝湛,你给你家里传信了吗? 蓝忘机摇摇头,还未曾。 魏无羡,嗯,也好。 我们直接回去,刚刚好可以吓你兄长一跳。 你就别传信了。 对于魏无羡的恶趣味,蓝忘机当然是无底线支持了。 而且这个时候传信回去,也不过是让叔父和兄长着急罢了。 还不如像魏英说的那样,直接回去,给他们一个大惊喜。 蓝起人和蓝西辰,确实挺大的。 很快酒楼就把菜上齐了,两人一起开始吃饭。 魏无羡也在注意着蓝湛都喜欢吃些什么。 吃着饭,酒楼里又进来了几个散修,一伙人也没有注意到一旁安安静静吃饭的魏无羡和蓝忘机。 几个散修旁若无人的高谈阔论。 一个修士说道,你们知道云梦江家吧,就是魏无羡魏公子原本的那个江家。 江家怎么了? 不是听说江家害死了魏公子的父母,他跟江家决裂了吗? 是啊,但是你们不知道,当年江婉淫的金丹被温家给化了,魏公子可是把自己的金丹剖给江婉淫了。 这个我知道,这江婉淫也是废物,有魏公子的金丹还是不及魏公子。 魏公子没了金丹还那么厉害呢,听说乱葬岗都小了一半了。 哎呀,别跑题,我要说的是这个江婉淫。 江婉淫怎么了? 我们这些人都是受过天罚的,好多人后来不是都有金丹结吗? 对呀,我觉得天罚过后,我资质都好了呢,修炼比以前容易多了。 度金丹结也挺容易的。 哎,这个还得看人。 你们是不知道啊,听说温宗主度金丹结还受重伤了呢? 嗯,又跑了,拉回来。 说到这个江婉淫,天罚的时候,他那金丹不是自己的,就没了。 江婉淫废了。 哪儿啊,好多被化丹的人,天罚过后还能再修行呢? 那江江婉淫发现没了金丹,就闭关去了。 哦,这是我知道,听说江家也没什么人了,那江婉淫闭关后,他姐江艳离就给自己招了个赘婿。 对对对,好像是叫荣奇,还是个金丹修士呢。 有了荣奇在江家,江艳离总算是把江家给稳定下来了。 那堂堂金丹修士,就甘心给人做上门女婿。 人家是散修啊,怎么说江家也是个家族。 这不是为了家族的名头吗? 听说那江婉淫不好相处啊,脾气可不好。 嗨,那江婉淫闭关几年了,根本就没修出金丹。 据说啊,他一不顺心就骂魏公子。 有病吧? 人家魏公子被他们江家害了,还给他剖了单。 怎么他重新修金丹就不会了? 还怪魏公子。 谁说不是呢? 真是个祸害。 嘿嘿,你这就不知道了。 那江婉淫是个心胸狭窄的,要是出来看到荣奇掌控了江家,还不知道怎么闹呢? 那荣奇要怎么办啊? 还能怎么办? 让江婉淫初步来呗。 听说啊,江婉淫修炼的时候,走火入魔死了。 众人一惊,死了。 真的假的? 走火入魔死的? 谁知道是怎么死的呢? 反正是死了。 我路过云梦的时候,莲花雾正在办丧事呢。 听说江婉淫死了,蓝忘机连忙去看魏无羡的脸色。 魏无羡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了一样,蓝湛,你尝尝这个,味道不错。 见魏无羡并没有什么伤心的情绪,蓝忘机放下心来,也给魏无羡加了一筷子他爱吃的菜放到他的碗里。 魏无羡端着碗,蓝湛,下次我们一起做饭吧。 你可以煮粥给我喝,我会烤山鸡的。 好。 江婉淫死在了闭关之处,死于走火入魔。 江艳离一直等着弟弟修成金丹,出来主持大,局。 他嫁了人,却从来没有为丈夫想一想,还一直想要洗脑荣奇,想着能让荣奇一心为江家奉献。 可惜荣奇并不是从小养在江家,被江家人娇傻了的人。 他有自己的想法,就算他不要江家,他也得为自己的儿子着想。 江艳离即使生了儿子,也从来没有想过让儿子能够继承江家。 荣奇见江艳离实在是不适合教育孩子。 孩子才一岁,他就亲自带着了,他不敢想孩子要是跟着母亲,会把人叫成什么样子。 江婉淫的死是他动的手脚,他不想自己在江家呕心沥血,到头来,儿子还成了江家的仆人。 人都是自私的,他今天不弄死江婉淫,明天死的就是他。 知道了江家的事,对魏无羡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,他现在已经不想去管江家的事了。 甚至可以说,时至今日,他不对江家出手,都算他魏无羡性子软弱,对江家人心软了。 至于江家人如何,江艳离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什么样子,都跟他魏无羡无关了。 他不去管江家,江家也别想来沾他的便。 不然他不介意好好的跟江家算一算账。 离开了仪陵,魏无羡和蓝忘姬两人便没有再耽误时间,直接遇见去了姑苏。 现在蓝忘姬刚刚重生,是没有修为的。 魏无羡是原因修士,就算不遇见也是能够遇空飞行的。 他带着蓝忘姬遇见也是很轻松的事。 不过蓝忘姬见魏英遇见待他,还是有点难受。 心里想着,回到蓝家,一定要努力修炼,争取早日恢复修为。 到了云深不知处山脚下,蓝忘姬就让魏无羡落了下去。 本来可以直接飞到蓝家山门不远的。 但是蓝忘姬有点尽相情窃,便和魏英一起两人慢慢地爬上去,顺便平复一下紧张的心情。 上山的路还是有点远的,魏无羡是修士没什么,蓝忘姬这具造化帘转化出来的肉身,身体素质也是很强的。 那造化帘开花,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,所以也就导致它的肉身强度非常的逆甜。 即使现在还没有修炼,也能赶上那些金丹修士的身体素质了。 山路上也没有什么人,两人手牵着手,不紧不慢地一边走一边聊。 都是魏无羡说,蓝忘姬回应。 这也是蓝忘姬神魂跟着魏无羡,两人养成的默契。 不过现在是蓝忘姬终于可以直接开口说话了。 很快,两人就来到了蓝氏山门口。 守门的人一眼就认出了魏无羡,而跟在魏无羡身后的人更让他们呆住了。 之前蓝忘姬陷纪的是,蓝启仁蓝西辰还有长老团并没有泄露出去。 蓝家的弟子对韩光君的去向一无所知。 大多数人都以为韩光君闭关了,当然也有猜测蓝忘姬死在天伐之下的。 当然这个说法没人相信。 韩光君是什么人啊? 号称锦行韩光,则是明珠。 这样的君子要是天伐过不去,他们蓝家就剩不下什么人了。 但是韩光君到底去了何处? 弟子们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。 现在看到韩光君,众弟子意外极了,有个机灵的弟子更是转身就跑。 一边跑一边喊,韩光君回来了,韩光君和魏公子一起回来了。 片刻间,云身不知处像是活了过来。 不少的人第一反应就是往山门跑去,整个云身不知处都在回想着这个消息。 韩光君回来了,韩光君回来了。 有那知情的长老,简直不敢置信,而听到声音的蓝西沉从韩室冲出来,真的吗? 旺姬回来了。 一句话问出声,人已经泪流满面。 蓝起人也不顾雅正地跑了过来,西沉西沉,听说旺姬回来了。 人呢? 旺姬在哪儿? 山门那个弟子已经跑到两人面前,来不及喘气,先生,宗主,是韩光君回来了,和魏公子一起,在山门口。 蓝起人,快,西沉。 旺姬,旺姬。 蓝起人转身就往山门跑去,蓝西沉一抹眼泪也追了上去。 蓝氏山门口,魏无羡和蓝望鸡早就被一堆人围得严严实实。 这几年,韩光君杳无音信,宗主和蓝先生对韩光君的下落也是三间其口。 现在猛然听说韩光君回来了,得知消息的蓝氏弟子都第一时间来到了山门外。 蓝起人来的时候,根本就看不到蓝望鸡。 只看到一堆人,白晃晃的蓝氏家袍,他第一次嫌弃起蓝氏的家袍太素了,一时间都找不到他的望鸡。 不由分说地分开人群,蓝起人往中心挤去。 当看到活生生的蓝望鸡站在眼前时,蓝起人当场老泪纵横。 颤抖着上前,一把将蓝望鸡抱住,感受到蓝望鸡的温度还有心跳,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活人。 蓝起人拍着蓝望鸡的背,望鸡啊,我的望鸡,你这个傻孩子,你是要挖叔父的心啊。 蓝望鸡的眼睛也红了,叔父,望鸡归。 蓝西辰也过来了,但是叔父紧紧地抱着望鸡不放,他都抱不到望鸡。 着急得不行的蓝西辰干脆上前,将两个人一起抱着,望鸡,真的是你吗? 我不是在做梦吧?兄长,是我,我回来了。 蓝西辰听到蓝望鸡这么说,也顾不得形象了,当场大哭了起来,跟在旁边被忽略了个彻底的未无限,看着这感人的一幕,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哭了起来。 在场的很多蓝石弟子也都红了眼睛。